我们先看看两位主考队长 我今天真的被春龄炸到了 炸产呢 我今天真的终于知道你是一个 真正的男人 以前呢 以前也是但是今天更 哇就是哇男人在我面前哇对的感觉 那在我心中 腾仔我知道你们今天是真正的木偶 好像弱了一点啊 哈哈哈哈 你们是我真正的宝贝 你们是我的男人 啊 哈 哈 哈 必须再一句必须再一句再来一句 你们 是 哈哈哈哈 来的是啊来的海我给 baby 他讲上广东话了哇 怎么说湖湖南话 你们是我的 你们是我的男人 哦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害羞啊 害羞了害羞 但是老害羞了 不好意思了都 哈哈哈哈 这种感觉是台上在白头 队长们也用语言在白头 啊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们两位观战队长来了 哇今天春林老师真的太帅了 帅爆了 而且从拍播到现在是唯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与众不同 让我眼前一亮 对对 真的很帅 帅爆了 哇哦 是不是 男人了男人 那腾在这边真的也是很棒 从啊音乐的编排还有这个主题的设计啊 整体的就是这个力量感 还有那个小星星那个气球 真的哇这个也是对 对对 都设计的特别好 真的两个作品都非常的好 这两组啊我觉得是一个魅力的大比拼 就是我一直觉得腾仔的魅力啊 会在Battle的战斗中 但是今天他好像把他自己擅长的东西 再加起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你感觉他不上架跳起舞 你感觉他那个状态是在Battle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的魅力就今天在台上就 好像特别容易能够感觉的到 然后春林更是 我真的是 就直接说吧 我说 就是 看着看着你会觉得被那个男人吸引着 你忘记这个是舞蹈了 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在一个 散发一种舞台魅力的一个表演 我忘记他跳什么的 刚刚跳什么 哦 散发的全是男人魅力 哦 这么妙的 对啊 怎么这么神奇的会突然就觉得 你们不再看别人 而是看一个好像一个 巨星在演唱会 就是一种感觉 然后散发出来的魅力是 非常吸引人的 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帅 然后这么有魅力 然后这么沙洒 就所有男人的好都有感觉 帅 帅 沙洒 哇哦 来吧春莲 首先感谢苏队长 呃其实 我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说 有这么个 梦想 我看我自己能不能坚持走到 半决赛这个舞台 因为去年我有幸 我参加了 Franklin 的帮跳 帮他完成了那个决赛 然后当时呢 我还出出茅庐 就在那个大舞台上面就想象着就说 哇这么大的舞台 这么多的观众 我就在想 我明年 可不可能参加一下 也跳个半决赛 这是我 想法嘛 就是调皮一下 然后但是呢 没想到今年 我来了 因为这一场呢是自己一个人去操控整个舞台 然后呢 对于我来说会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 所以说当时我就问了 Franklin 然后没想到他也特别愿意帮我完成这个作品 当我的筑跳 在这里特别 其实是特别感谢我的那个Franklin 对 对 对 到时候我却不可能往特别退后 我只会到这里 那你们就 那我们就站个五四三 因为我们走到这一轮 经历了很多弱的淘汰 很多弱才走到这里 其实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越往后走 越没有安全感的人 傅老师能给到我一种安全感 Baby tonight 也许还是小的 然后Baby tonight是大的 因为同样是编舞师 可以 她过来呢 可以帮我以局外人的那种视角角度 去帮我去完善我这个作品 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来到这个赛段 编舞师可能最渴望的就是这一段 对 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心目中的愿望 其实这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最开心的时候还是跟朋友一起跳舞一起创作 对 就无论是熬夜或者什么的 对 所以 还是得谢谢春林的邀请 对 接下来我们来到腾仔 特别感谢我的猪跳 我的兄弟们 然后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POPP 都是特别优秀的 因为之前我都跳过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想跳一次真正的POPP 然后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腾仔 他是一个就是那种不太会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但是他是真的是特别努力的舞者 所以这一次兄弟们来帮他也是为了帮他在这个半决赛的舞台上留下一个最好的POPPING作品 因为他太想跳POPPING了 然后 这是第三季 这就是街舞 腾仔是唯一一个 仅剩的一个POPP了 我觉得腾仔他是值得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的 好 现在两队的分数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两人气票 比分为 63 比36 这就是街舞 让我们恭喜 王 这里看 李春琳 王 这里看 李春琳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大家 我爱你 我爱你 李春琳 陈寨加油 有请王嘉尔为春琳带上你的战队专属毛巾 很开心终于在这个我梦梦一球的这个赛制这个阶段完成了我自己想要给大家的东西 李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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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这个往这里看的战队所有的人都是很多批千里马 他们这些千里马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千里马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可以到哪里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一个武器 还没结束 stay low 对吗 好 好 春琳 现在请跟你的小伙伙伴们去往观战区 好 好 好